王一波的颜值很高 但是说实话 不是之前观众普遍都欣赏的颜值 他的脸更多的是偏向高级脸 第一眼看过去可能不会很惊艳 觉得眼睛也不是很大 脸型稍微有点太小了 比较偏向女性化的瓜子脸 而且五光虽然精致 但是也没有很加分 但是再看就发现很耐看 越看越好看 我觉得他的气质就很给他的颜值加分 他的气质和他的颜值是一致的 都是比较清冷 比较高贵的感觉 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可酷可甜 可糯可干 一个把国旗穿身上很正的运动服 穿的阳光灿烂 青春气息十足 又特别有饭 很潮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穿大的学问很大 一波就是潮牌 一波可以穿的很丸子 桂气十足 可以穿的很闷 寸头香奈儿 可以穿的很儒雅 翩翩公子 可以穿的很街舞 活泼随性 可以穿的很职业 警察 律师 医生 所以对于王一波的颜值 有说帅的 又有说不好看的 但是大多数人肯定还是觉得好看的 而且我也觉得他的颜值很好 很有高级感 也很有气质 他的热度也证明了他的颜值 还是有很多人磕他的颜值 更多的人应该喜欢他的性格 我也很喜欢他 也很吃他的颜值 我觉得他算得上是 打破娱乐圈观众神美的人 但是也不至于 因为他本身就很帅 王一波古象拔尖 风格百变 贵气 潮流感 清冷 掩盖不住的少年清新感 生人无尽 走路带风 可爱 撒雕 多元素性 同时反映出奇 可素性极强 在穿搭上 他操强的驾驭能力 更是让人称赞 全世界只有两位明星 睡到了基地里面款鞋 一个是周董 周杰伦 另一个就是这位酷盖王一波 想想这样的人 他作为时尚风向标 可想而知 王一波的时尚感 是如何形成的 答案是 多年的时尚氛围阅历 和自我价值修养积累而成的 王一波11岁 开始学习街舞 从小就接触潮流的东西 时尚感自然不会差 王一波身上 还有很多多样性 他是一个全能艺人 既是演员和歌手 同时也是职业摩托车手 湖南卫视主持人 武丹 滑板领队 他在解锁各式各样的身份 高能的他不断学习 有着一股年轻人的朝气 和敢于直面挑战的态度 令人佩服 女人穿男装会柔中带洒 男人穿女装会肝中带柔 再人一眼就能看出 女着男装 男着女装 可王一波打破了界限 女装穿在他身上 看不出是女装 男装穿在他的身上 男装和女装的界限 两种矛盾的风格 完美的兼容了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 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